夏天又熱又濕 食物發毛的機會增加 有人認為食物上少少發毛 只要撕掉它就可以食得 從而減少食物的浪費 不過毒物專家就說 常常食已經發毛的食物 會增加引發腸胃病、肝病 甚至是肝癌的機率 如果見到麵包上有黑色 或者橙黃色的發毛斑點 斑塊或者煤菌 就算切了發毛的部分 肉眼都確認不到菌絲是否已經生到 或是麵包其他地方 所以絕對不可以食 一定要扔掉它 至於粟米和堅果類 包括花生和腰果核桃等等 如果是發毛 還會產生一級致癌物 會累積在肝臟中引發肝癌 而有四類免疫力較弱的人士 例如老人家、幼童、孕婦 和免疫力下降的人士 就要更加小心 長期食用發毛的食物 就算只是少少發毛 都可能會導致腸胃度負擔 導致輻射或其他腸胃度的疾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